有朋友问我,这个种番茄,想让这个番茄果呢,大一些,应该用什么药啊,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蓬达素 但是建议我们朋友,如果用蓬达素的话,一定深重使用 你这个番茄,不要完全想借助于蓬达素去蓬果 如果你水肥跟不上的话,你即便使用了蓬达素,你看着你的果个非常大,非常好看 但实际上里面是空心的 同样,因为现在买番茄,谁说是按照体积去买的,都是按中量去买的 你不压秤,你还是买不上价格 所以说,如果你使用蓬达素的情况下,一定要水肥跟得上 你再一个呢,能不用,还是尽可能的不用 你好,比如说我们这个番茄,我们是不需用这个蓬达素的 因为我们做的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番茄 但是如果我们种的是常规的一些菜番茄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使用蓬达素,用什么药呢 是两个药,复配的 8毫升的殖米酸,加4克的塞本笼 复配以后呢,对水30斤进行喷雾 喷雾的时候,整个叶片和果面都要喷均匀 就可以了,这样的话就可以起到一个果实蓬达 但是如果你用这种蓬达素的时候,一定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,就是说水肥要跟得上去 不跟上去的情况下,可能就会出现空心 如果我们朋友啊,如果你科学施肥正常管理情况下 完全没有必要借助于蓬达素去人工去蓬达的 利用番茄它自身的一些特点 好比你种一些大果形的 同样个数也非常大 一个有300来克,350克 只要你科学施肥 就完全可以达到目的了 好 我好 好 好 很 好 好